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他們都走了 我走不了 我今天特別特別累 早上剛起來之後呢 就遇到那個不好的消息 然後後來解決了 在今天晚上的9點多 然後我接到一個電話 客房打過來說 他說我今天晚上11點鐘就可以離開了 我已經在法律上和這個行為上已經徹底自由了 就我現在都可以離開 如果現在有航班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這個大半夜的沒有航班 嗯 我要感謝這個酒店 這個酒店呢 對我們挺好的 可以允許我們多住一天 但是啊 多住一天 得多掏一天的錢 就是這次回來隔離呢 我是隔離了15天 在國內 那我在回來之前 我已經在美國呢 自我隔離了20天 我是在美國12月8號走的 到現在其實在加上飛機那一天 我已經有36天 處於一個絕對孤立的 或者說絕對隔離意義上的生活 36天 那明天就要結束了 酒店告知我呢 是可以在明天早晨的 嗯 九點之前 必須離開 那我其實遇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然後我晚上 呵 花了兩個多小時 就我接完這個電話之後 忙到現在 也算是大汗淋漓了 我裝箱裝不了 有些人說 什麼意思 怎麼裝箱裝不了 是這樣的 那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是國際航班 那國際航班的行李的成員呢 相對是多一些的 比如說你可以有個手支行李 你可以有兩件23公斤的行李 那我現在買的機票是國際航班 那國際航班的這個行李要求呢 就是一個5公斤的手持行李 然後一個20公斤的這個拖運行李 那我這個整個我帶回來的行李我覺得 哎呀 怎麼也得90多公斤吧 就是我得處理掉五六十公斤 五六十公斤 還得想辦法 可能還得交罰款 所以我明天早晨在退房之前 我很早的起來 不知道有沒有早飯吃啊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一開始 這個樓層只剩我一個人了 所以我覺得挺孤獨的 一瞬間覺得別人都走了 我沒有走 行李方面我問過航空公司 如果說我是直接以購買行李和罰款的方式的話 我光這點行李 我回到家可能得額外再掏兩千人民幣 就這幾個箱子 那我得省一點 所以我明天早晨決定啊 約這個快遞公司過來 我把我兩個行李箱寄走 那大概算了一下 如果走陸運的話 兩個行李箱大約七八百人民幣吧 大概這個價格 這價格保價什麼的差不多 所以行李方面 我要做個妥協 但這次我回來 從美國那邊帶回來的行李 都是挺重要的 沒什麼說 嗯 這個不貴重什麼的 但 所以呢 我今天就琢磨著把那個 最最貴重的東西呢 放在一個箱子裡啊 次要貴重的就放在另外一個箱子裡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那今天想跟他說的話呢 不是這些家常 其實我想說一下我的心理感受 實話說 這個 能夠堅持到今天 我要感謝大家 感謝這麼多鏡頭面前支持我的人 沒有你們的 就是 陪伴我度過這個時間段 我覺得挺難的 能夠堅持到今天 那無論是從這個情感上也好 從這個經濟狀況上也好 這實話說 也是 大家也幫了很多忙 真的感謝大家 然後今天我特別著急啊 就是 因為他九點 將近九點半給我打電話 我就一旦著急 我就 他打個電話 我確認說可以走了 我趕緊就買機票 結果還弄巧成拙 我買機票呢 本來是買回家的票 結果買成了從我家來這的票 結果弄反了 後來 趕緊打電話過去 退票也來不及了 所以一瞬間 把好幾百塊錢扔掉了 你知道嗎 扔掉大概四五百塊錢 哎呦 這心痛了 就是人一著急的時候 或者說很興奮的時候呢 就會容易出錯 但是一想到明天就能回去 我還是蠻激動的 我的航班呢 是明天大概下午的時間 所以我這行李真的是個麻煩事 我上午九點之前得退房嘛 就一定要退 然後我中間有 哎呀 很多時間 所以呢 我決定 把行李放在這個 酒店這邊 那酒店這邊 我跟他們商量了半天 他們說我只能把這個行李啊 放在這個門口 因為它是玻璃窗 有人可能盯著 那邊又有監控 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那我本來想的是 明天處理完行李之後 我就直接飛機場 在機場把行李弄完 但後來想 我那個時候去機場的話 我要在機場等六個多小時 我覺得六個多小時 對我來說 有點浪費 因為好不容易來到這個城市 我想 怎麼也跟朋友吃個飯什麼的 那因為我是一個網絡博主嘛 那有的時候 比如做直播呀 或者說 做一些科技評測 在這個城市 大家 其實應該知道我在哪個城市 深圳嘛 這個城市呢 是一個很多年輕人創業的地方 那我這邊還認識不少人 我都忘了回覆他了 真失敗 oh my god okok 他說明天他找地方吃 明天告訴我什麼時候 嗯 就跟他吃個飯 其實我是想在這邊多待 待幾天呢 畢竟這邊暖和一點 但是 你心裡 這個想法呢 必須往後放一放 因為我終於回來之後呢 我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回家嘛 對吧 回家之後見了家裡人 這個 等待這一刻等待了很久很久了 真的是 挺不容易的 哇 我感覺就跟做夢一樣 真的是好長時間才堅持到今天 大家 如果有我這樣的經歷的話 你一定 會覺得你的生命好精彩啊 就怎麼會可以經歷這樣的事情呢 就真的很多 然後 現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那行李方面 我多花點錢無所謂了 反正這最後的關頭 我也最後闖一闖 我還沒想好回到家之後幹什麼 因為我回到家之後 我的行李還在運輸過程中 可能我回到家 我的行李還得過好幾天才能到 所以 家裡的這工作室呢 只能簡陋的先搭一搭 那我想回到家之後 先睡覺睡個兩天 然後好好的陪陪家裡人 跟他們聊聊天 哇 上次見面真的是 2019年的12月初 那個時候 哇 這整整一年多一年多十幾天 我一直沒回來 這個經歷真的是 挺神奇的 我覺得今天能夠坐在這裡 能夠跟大家 最後呢在我這個隔離酒店 跟大家聊聊聊天 哎 我覺得還是蠻 蠻舒服的 因為現在我要開門的話 外面都是空屋子啊 感覺還蠻恐怖的 毛骨悚然 等一下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挺恐怖的 嗯 我其實在這邊隔離的十幾天 我還沒錯過一次澡 就是我其實身上已經很癢了 等一下我 關閉了這個鏡頭之後呢 我就準備去浴室 好好的搜搜澡 好好的洗洗身的 然後哎 明天就重新出發 明天早晨呢 哇很早的起來 大概這就是一個行程 然後最後要跟大家說一下隔離的感受 實話說 非常特殊的經歷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很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沒有任何人說 在一個地方一下住十幾天不出去的吧 對吧 你可以感受一下你這 住上十幾天哪也不去 你可能會想到很多這個 平時想不到的事情 你可能會 被逼著做一些你平時不會做到的事情 我們可能平時生活節都太忙了 很難去靜下來 那如果大家有幸 有幸啊 被隔離一下的話 你就好好地體驗一下這種 非常安逸 非常安靜的生活 什麼都不用想 就在那待著 然後我讓你的生活節奏呢 慢下來 慢慢慢下來啊 休息一下 突然間到最後的時候 你就想哎呀 你就像一個沉睡的獅子一樣 終於要醒了 要想做很多事了 那再過幾個小時之後 我就可以離開這裡 哇真的很開心 其實現在可以走 但是行李就是把我拖住了 所以我在想 以後我要真的再旅行的話 我這真的是輕裝上陣了 輕裝上陣 真的想好好的過一下 正常人的生活 我已經很久沒過過正常人的生活了 大家可能無法想像的 這幾天還有一些水果 等一下我洗完澡 我就把水果全吃完 我也不浪費 我還剩兩個火龍果沒吃呢 兩個火龍果呀 像不像心臟一樣 噗噗噗噗噗噗噗 哎我真捨不得了 真的是有點習慣 你說這 在酒店裡都能習慣 哎呀 哦好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段視頻的話 記得訂閱關注點個讚 我是米奇歐克斯 隔離篇今天結束 全部收拾 哎呀 這個 剛裝了 我呢快熱死了 我現在呢在這個地鐵口等一朋友 我們吃個飯吧 吃個飯之後 我就得告別這個城市了 在這個城市停留了14天 15天啊 這兒太熱了 但是我剛開始穿的是羽絨服 為什麼 因為飛機下了之後呢 是另外一個完全冷死的地 這樣的場景可能大家呢 平時都看得到 身後以前看我的視頻都是 一國他鄉 今兒怎麼成了深圳的一個角落呢 哈哈 我們拿到這邊拆板 這兒都不知道 OKOK 現在我把這兩個鄉的給寄走了 可以可以 你就直接拿走了是吧 對 我給你電話 你那不是有個電話嗎 好好好 來給我打電話 可以拿走 先保護好 好的 好的 我終於要回家了 我終於要回家了 哈哈哈哈 天哪 我都經歷了 我都經歷了一些什麼呀 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到家了特別開心 可是這個出租車 可是這個出租車 他要跟別人拼火 我坐上來之後他不走 他說還要再等個人 所以說現在賺錢啊 我還是挺理解他們的 算了 反正到家了 再等等 再等等吧 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 我的家 這是完全屬於我的家 我已經改造了 直播間 給大家說一下 我回來之後 見到我姥姥 見到我家裡人 我要跟他們保持距離 我要在家裡 跟他們說話的時候 戴著口罩 剛才全身消了一變毒 在家裡 為了萬無一失 我還沒有完全回到家 因為現在還不能跟家裡人 正常交流 但是我今天 超級開心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視頻 記得訂閱關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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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